第四題是比較右圖甲乙兩個橫坡的頻率及坡數大小 我們從圖上看出來 甲圖在0.04秒的時間裡面 產生了兩個坡 那麼乙也是在0.04秒之內 產生了兩個坡 所以他們在相同的秒數 產生相同的坡數 表示頻率是一樣的 我們又看到呢 我們的甲圖 在0.02公分呢 有所謂的兩個坡 乙圖呢也是0.02公分呢有兩個坡 所以相同的長度有相同坡數 可是他們的坡長是一樣的 而我們知道v等於f乘以lambda 頻率乘以坡長 我們的頻率是一樣的 我們的坡長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坡數就會是一樣的 所以第四題問我們說 比較右圖加以兩個坡的頻率 及坡路大小 我們答案選的是 C 頻率 甲等於乙坡數 甲等於乙 作詞 作詞 谢谢大家